适应问题是广大发展国家关切的一个议题 那么在如何更好地支持发展国家适应 特别是在适应领域增加更多的资金 这方面应该说大会也还是形成了一个焦点问题 和减缓不一样 适应领域的很多资金需求实际上是没有回报的 比如说发展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能力建设等等这些东西 它是没有资金回报的 跟减缓领域还不一样 那么减缓领域有些资金它是有回报的 比如说发展可燃性能源等等那些 正是因为这样的 因此发展国家要求一方面是增加 适应的资金 另外一方面要考虑适应资金里边 公共资金的占比 那么联合国秘书长国特雷斯提出来 适应的资金要和减缓的资金要对等 50%对50% 那么现在远远没有达到这个要求